郭台銘訪日之旅 ING 臉書曝光 他跟安倍晉三任內 重要的經濟產業大臣 甘利民同桌 共進晚餐 郭文強調 人在國外 心系國內 郭台銘要當台灣人的CEO 不只藍營挺侯派不賞臉 前一天秘書長黃建廷 先是說黨內態勢明顯 就是侯友宜 哀哄丟包 仍在日本拼提名的郭台銘 五小時後急轉彎改口 郭台銘是列入第二階段 整合目標 你就剩下這兩個主要人選要選 你還在卡什麼 沒有 在卡 就這兩個我們選 最後看看哪一個最強 然後他們兩個都能夠互相支持 也就是說要徵兆侯友宜 得先整合郭台銘後再說 一位侯市長 一位郭董事長 黨中央的確是還沒有做確定 兩個主要的候選人還在競爭當中 等六月十八號民調出來 就會有結果 眼看民進黨賴清德名槍起跑 國民黨多喘的總統徵兆之路 依舊遠地踏步 靖新聞和坤原徐中長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